加拿大能源中心卡尔加利市五年前动工总投资达4亿5000万美元的松河污水处理厂近日开始运营 请看来自卡尔加利的报道 卡尔加利在2004年开工建设的松河污水处理厂于1月28号正式投入使用 随着机器设备的轰鸣污水处理厂开始为卡尔加利市提供污水净化服务 卡尔加利的污水将不用全部运到邦尼布鲁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从去年10月开始污水处理的核心设备争处器和发酵器在经过两个半月的日夜赶工后顺利组装完毕 标志着工程整体建设全部竣工 投入运营后一年内污水处理厂将接受阳格的监控以确保污水处理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市议员林达福克斯表示松河污水处理厂是市政基础设施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保护变得更加重要 该项目原先计划投资2亿4千万美元 由于最近两年建筑材料价格飞涨 松河污水处理厂最后总投资达到4亿5千万美元 尽管如此市议员瑞克·麦基弗还是这项目的竣工表示了欢迎 他认为这是值得所有卡尔加里人骄傲的一天 松河污水处理厂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设备 专家确认污水处理质量已经超过了阿尔波塔省环境部门的质量标准 新唐人记者萧峰兰奇 卡尔加里综合报道